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利用法向量来去求两个直线的夹角 一样记得直线的夹角有两组 而法向量分别跟直线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取N1跟N2 而直线的夹角必须要是十点相连 所以我们将它去做平移 让它变成十点相连的两个向量 在这一个四边形里面 同学可以发现哦 这两个是对顶角 所以这个角度是θ 又因为这两个角合起来是180 所以这两个角合起来也是180 而它跟它是对顶角 所以这两个法向量的夹角 其实上就是180度-θ 所以两个直线的夹角的余旋值 我们可以利用法向量的余旋值 把它算出来 那不要忘记要加上正负号 才会得到两组的夹角 好 感谢观看